租房子退租的时候 如果没有以全新的状态交还 就要被房东扣押金 这个说法真的是对的吗 这样省钱感谢真的 嗨大家好我是子涵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我一样 会想办法省钱 但是还是想要过一个高品质的生活呢 没错 接下来的又假新闻 我会来跟大家分享 那些关于省钱的传言跟生活迷思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房子退租时必须恢复到全新的屋况 这个说法大家怎么看呢 有玩偶说他之前退租的时候 房东就曾经说 你少一支钥匙给我 怎么没有归还利水兰扣押金 或者是提出 你要帮我把房子恢复得像新的一样 不然就要扣钱 搞得许多人只好油漆重刷 地板重洗 甚至连壁纸都重新贴了 这种可怕的经验 不知道有租房的各位有没有遇过呢 但是大家会不会好奇 如果退租前没有恢复全新原样 房东就要扣你押金 这件事情本身到底对不对呢 针对这一项 有律师曾经跳出来解释过 他说我们退租时应该要负责的是 把房屋恢复到他使用过后的应有状态 而不是搬进去之前那一模一样 或者是全新的样子 所以像是墙壁斑驳 灯具沙窗耗损 家具变老变坏等等 这些因为正常使用而产生的自然耗损跟折旧 其实都是房东应该要付的成本 在这边提醒大家 一般来说 我们的押金在租约到齐的时候 房东本来就应该要全额归还 除非有遇到以下两种情况 像是房客有欠房租 或者是房客弄坏东西必须赔偿的维修费 才会扣到押金 另外大家要注意 修缮处理费的部分 房东也必须证明 这些损坏真的是房客造成的 而且不能算是自然耗责的范围 如果不是以上这些情况 市面上有些房东说 没恢复到跟以前一模一样 就要扣押金的说法 在法律上是站不太住脚的 说到底在外面租房子 想要避免意外被扣押金 或者是责任归属不清 在这边想要给大家一些小建议 像是你可以在入住或退租之前 先用手机拍下屋框录影存证 也要记得 如果有任何整修房子的计划 要事先跟房东沟通 留下收据或存根 这些都是可以保护自己权益的好方法哦 好啊 希望这一集有解决到大家心中的疑问 你有遇过类似的租务经验吗 或者是你还听过什么生活迷思或传言 但不确定是不是对的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爆挖哉 让我们来帮你找答案 也欢迎点进问卷 来分享你的意见